美国民众更加依赖信用卡的循环信用度日,这可能会成为常态。 主要原因是,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份新统计报告指出, 全美信用卡债务余额已经累积到8900亿美元,尤其是第二季,增长了13%。 此外,分析美国2022年时薪虽然比2021年增加了5.1%,但物价上涨的速度更快。 以6月份为例,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来到40年新高的9.1%。 这让为了维持正常生活水准的美国民众只能更加依赖卡债度日。 资产管理公司Personal Capital的新调查也发现, 在经济衰退、严重通膨以及利率上升的担忧下, 有超过56%的消费者相信生活水准已经下滑, 且也有超过69%的美国人感觉到收入赶不上物价上涨。 东西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。